我們今天聊的是歐美國家的疫情還在這一個惡化 然後美中關係也還在惡化 不過中國在拼復工 但是川普完全不放過中國病毒 張老師怎麼看 現在中國已經宣布 除了境外一路之外 中國境內是零確診 也就是說呢 他要向全世界宣布說 他已經控制了這個疫情 不過呢 中國現在公佈數字 其實我認為意義不大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習近平說要復工 第二個現在已經講境內零確診了 所以呢 這個數字一講了之後呢 開工沒有回頭見 意思就是 現在我已經講境內零確診 以後哪一個省哪一個市敢再報 這個境內還有確診 不要開玩笑 你這個等於是 已經證明了我們的復工是失敗的 這個控制疫情失敗 所以呢 最好的狀況就是 以後你們再有新的疫情 再有新的確診病例 治還是治 但是不准報 或者是至少報了之後 也不公布 所以最近他開始驅逐記者 就是一定要讓這個訊息 要控制住 因為現在來講 這已經是等於戰爭 哪一個國家先控制疫情 哪一個國家先恢復生產 這個國家戰爭就勝利 所以呢 現在來講既然是戰爭的話 控制新聞 控制輿論 控制人員流動 這個是必然的 所以現在中國內部 甚至開始在放一個訊息 什麼呢 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控制的太好了 所以呢 比國外都好了 所以現在那些小粉紅都跑回來了 那些留學生都跑回來了 所以現在他故意有一個訊息出來 就是說大批的這些留學生 擠爆了各個北京機場 上海機場 所以呢還要先到北京以外的地方 集中檢疫 這個意思呢 這個新聞呢 他的意思就是說中國現在已經比國外更安全了 因此呢 大家都要搶著回來 所以呢他故意說 現在北京應付這個集中檢疫 應付這個相當的有難度 意思就是說境外回來的人數量太多了 那他們為什麼會回來 因為他們現在對中國是更有信心的 而且呢 目前來講很清楚的就是 復工 但是呢 是不是真的有辦法復產 這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呢 就算復工 就算工人們都很健康 就算這個小區已經開放了 可是呢 原料通路 是不是就已經恢復了 能夠讓原料進場來生產 然後呢 原料生產出來 這個加工生產出來之後 中國現在面對的可能是比貿易戰更嚴重的狀況 貿易戰是美國用關稅 讓中國的產品進入美國是有一定的障礙 現在是美國就算沒有關稅 他經濟出問題 萎縮10%以上了 他買不起了 沒有人賣這些買產品 然後商店也關門了 所以呢 中國現在來講 就算他提前歐美復工 但是呢 他的經濟的這個潛在壓力還是存在 但是習近平我個人認為 他不再管這些事情 第一個 他不再封城 因為現在歐美都在封城 美國在封城 我不封城 就形成一個非常鮮明的對比 這對共產黨來講非常重要 第二個呢 就是說呢 我現在這個數字呢 控制在零 他等著歐美 美國的確診病例超過中國 等著歐洲的死亡率 已經超過中國了 他現在接下來就在等 美國什麼時候 這兩個數字都超過中國 超越感美 所以他現在要控制在零 讓你逐漸來超過 然後呢 在國際政治經濟上 取得他的話語權